北京时间5月31日,今年的NBA总决赛即将打响,詹姆斯带领的骑士队嘉惠,首先在各场赢占佣,有四巨头的金州勇士队,勇士队发过火箭队这道坎之后在争冠之路上,或有料最后一位对手,詹姆斯,都说火箭队没打进总决赛很遗憾,火箭队已经有20多年没进过总决赛料,可下面这6支队伍更为遗憾,舰队以来从没又进过总决赛,这6次球队分别是快船, 森林郎,灰熊,皮虎,猛龙和黄蜂,说说快船吧,当初导罗在快船时,其实球队整体实力并不弱,最接近总决赛的一次就是2015年,在3-1领先火箭队的情况下连输两场,如果当时能够打进西部决赛,虽善勇士队也不是没有赢的机会,森林郎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直在重建,一直在磨合,西柏度的用人风格还是像在当初的公牛队,要说天赋森林郎并不差, 从当初的前客到现在的唐斯,可为何总是很难从西部突围,当初拥有黑白二熊加防守大压,脱名阿伦加康利的灰熊,以强硬的防守著称,可还是没能站上西部之巅,对于猛龙来说,拥有詹姆斯的骑士队永远都是他们的噩梦, 常规在高级东部第一的他们,在遇到骑士队之后直接被横扫,对魂德罗佛换上料意欲针,其实德罗佛的意欲针已经伴随,他不少时间了,在今年的全明星赛后德罗佛就在其个人社交账号上,发料一条动态,说的大概意思就是意欲针将我完全击倒,非常热爱篮球的德罗佛 次次倒在骑士队面前,那不过这块大石头,德罗佛真的很难受,明天就是等决赛的第一场,从赛前爆出的训练士兵来,看詹姆斯手感还不错,希望明早比赛时詹姆斯一样能够有不错的手感,在伊哥达拉商区的情况下能够从特长带回一场胜利,感谢观看,喜欢士兵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。